设置三国不到半个月 全球预计会迎来中国游客大军 严格防疫将近三年的中国人 对出国旅游的期待值迅速转化为行动 线上国际机票预订量和海外目的地搜索量 近日翻倍保增 而他们首选出走的目的地 就锁定了航班机位充足 票价也相对低的亚洲国家 判了三年的防疫松绑 好不容易终于等来了出国的机会 中国游客大军已经迫不及待冲出神州 在中国国家健康委员会发布 松绑出境管制措施的消息后 对旅游和航空的效应马上显现 去哪国际机票平台数据显示 短短一个小时国际机票预订量暴增5倍 海外目的地搜索量也迎来爆炸式提升 同比大涨10倍 而最热门的目的地当属亚洲 包括五国 目前中欧中美等长航线机票价格仍然较高 主要原因是航班座位供给较少 飞往日本韩国东南亚航班座位供给充足的航线 仍然有低价票在售 但是受供需增长影响 短期内机票价格将上涨 我们觉得可能优先热起来的是像亚洲这样的一些地区 那么逐渐的辐射到欧美全球 只是中国这边乡才公布有序恢复出境 那边乡多国却缩紧对中国游客的入境限制 究其原因是因为担心中国放宽防疫后 会催生更危险的新变异毒株 更有预测认为中国14亿人口 未来几个月将有一半人感染 因此多国考虑把中国列为加强防疫的对象 并祭出针对性的入境管制应对 防止游客入境的同时 病毒也跟着入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